第一课 什么多 天上什么多 星星多 海上什么多 一灯多 星星不如一灯多 蓝蓝海上一片火 海上什么多 一灯多 船上什么多 一下多 一灯不如一下多 条条船上闪引波 第二课 写话 故事后有个人叫奥明 他从小时乐父亲 因为家里从奥明经历了三年书 就去给人家放牛 他一边放牛 一边找写书来读 一个夏天的傍晚 蓝蓝在湖边放牛 湖眼 下了一阵大鱼 大鱼过后 阳光照到满湖通红 湖里有时来着和火 火半山清水滴滴 喝叶山水就滚来滚去 蓝蓝看得出神星理想 要是能把它画下来呢 多好啊 王民用瓶舌在剩下来的钱买了花笔 颜料 又招来写着写画和花 他开始画得不详 可是不会心 天天画 画了几个月 拿着伤的和花 就像刚从湖里采来的一样 第三课 叶飞念字 叶飞小时候很爱读书学者 可是家里虫买不起这和笔 有一天他看见零几的孩子 用树枝在第三画格子做游戏 叶飞受到启发 他找来了一盘祭山 喝几根树枝 跑回家去对妈妈说 妈妈 我有这和笔了 妈妈奇怪的望着他 叶飞把沙到栽地上磨瓶 他一边拿起树枝在上面写着 一边对妈妈说 这不是很好的这和笔吗 从此 叶飞经常在沙地上念字 他珍惜时间 刻苦练习 进步很快 后来 叶飞终一连的一手好着 他写的这 一支流传到今天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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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钟